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卖的不错吧 还不错 希望大家再加把劲 如果大家可以听到再去买一本来送别人 我觉得更棒 对对对 我觉得观念要先对 对 我觉得一芬姐之前也告诉我们 那时候我们在做万人遗嘱嘛 那虽然那时候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继续 不然我们算一百七十几个人来做遗嘱 这件事情如果越多人知道的时候 其实越多人家庭其实有法律上的保护 每个人都有情 都有爱 都有想要的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法律能够保护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过说实在当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一直卡着我们 那就是张国伟的遗嘱就是没有效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个遗嘱没有效 没想到隔了七八年之后 这官司打了这么久啊 对对然后现在判定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对这有效 所以之前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有有卡到有两个卡关的地方 第一个是说那遗嘱上面不是讲总裁是给张国伟吗 对不对那怎么遗嘱都献出来 因为你知道那个背景 你看现在八年后你慢慢可以看出来那个背景 那个总裁我们张荣发先生当时呢 他就想说要把总裁的位置传给张国伟 对对 那所以当时他在遗嘱里面就写说 我希望把这个总裁就给张国伟接任 那其他副总裁保护他护卫裁他等等的 那可是知道遗嘱虽然有效 只是因为遗嘱内容里面 并没有谁总裁这个 法律上并没有总裁这个位置 有董事长这位置 没有总裁这位置 可是当时张国伐先生 张荣发先生他就是总裁啊 他就是总裁啊 对啊他就是总裁啊 对可是法律上真的没有总裁 法律上没有总裁这位置 哎呀那电影不都演总裁 总裁 其实我跟你讲 我很想当总裁 因为总裁是最好 是这样法律上负责人是董事长 可是张荣发是凭借他的威望 跟他是创办人 跟把集团资源整合的概念 我觉得这很棒 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 他有几种肩负的意义 当然有的人是他的股权够大 他才可以当董事长 才可以决策 之后进而当所有的集团的总裁 那张荣发先生他是 因为他是创办人 他的威望是最高的 所以他的威望跟他整个影响力 所以他可以当总裁 可是这种影响力跟威望 这件事情他没办法用 他没办法 他不是说法律像这个 我十块钱一万块一亿元 我要给谁 跟这个不太一样 这种威望的传承 其实是个无形的传承 他很难用一个 他没办法说我股权给谁 他没办法 所以他这份遗嘱里面 总裁是他的意愿 这意愿他没有法律上保护住说 那个总裁他是法律位置 他可以用遗嘱来传 他没有办法 所以反而总裁这件事情是 以后另外一个课题 当我们想要传总裁 这个不要说职位 影响力的位置的时候 那其实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培育 这是要培育的 他不只是用遗嘱 他要培育 那要当总裁的时候 变成他的股权要够多 那是因为张先生他之前 他在财产规划的时候 他们那个年代是用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遗产税是50的 这个50%的时候 他们担心了 开玩笑 我财产一半给国家 这我不想要啊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我先分出去 他分出去的时候 所以每个孩子 他已经分到不少了 尤其是他的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嘛 他都有分到一些 那剩下 现在他是最后的老五 也是第四的孩子 那当然他分的情况下 不见得未必有这么多了 但这个很难说 他们要算一算 那所以张先生名下的资产 他就并不是绝对 股票并不是绝对多了 相对于其他可能不见得那么多 可能才3%还6% 虽然对我们来说 那是天文数字 那也就是说今天 这个状况 大家认为说 遗嘱有没有效 但我告诉大家说 遗嘱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他里面内容里面 遗嘱有没有效这件事情 大家看他成立方式 会花了8年打赢了 对对 而且你之前也跟我们讲过了 就是说如果家庭比较复杂一点 像这种家族是复杂的 他一定会先打个官司 说你这个遗嘱无效 他先打嘛 先打这个官司无效 先打才有机会啊 对不对 他如果打赢 被他们打赢 开玩笑 那这个就评分了 140亿 是240亿 张荣这个 张荣帮哪 240亿大家注意 这个是指公告 不动产是用公告价来算了240亿 所以这个地方张国瑜先生就140亿 他140亿 对 就是遗嘱没有效力 或者遗嘱没有用 而是说你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当中 一定要透过法律的攻防战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待会讨论一下 就是他待会还是有特留份的问题 对的 还有一个遗嘱执行人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个遗产的分配 还有呢 我也从这一次的官司当中 看到他们是密封遗嘱 这个过去其实我们都都都没有谈过 就是密封遗嘱 这一次密封遗嘱 我觉得大概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吧 对啊 有些什么 那这怎么样有效 或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I like Ealing Sign I like Radio 分身法术了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苏家红书律师 我们他请苏律师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这一次那种算是那种世纪遗嘱之战 这个长荣集团的大概已经算是落幕了 告一个段落了 应该是这么说另一段的开始 这是第一阶段嘛 就是如果说如果今天有个全集赛打三回合 这第一回合结束 你的意思说还会有啊 那这一次他会有特留份的问题吗 这个是有特留份的问题 其实一刚开始就有 当那时候要打仗的时候就是 我想每一个其他继承都表达说 他们要主张特留份 那除非说如果今天有人不主张可以 那应该早就新闻爆出来 有人说那我不要 也有可能 因为特留份这件事情 这要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很多人想说啊 遗嘱啊违反特留份的部分 会不会最后 是不是反正 就会有特留份的 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的人他会 我觉得我碰过一个人 他就是当时他的 他妈妈就有说要分财产 有大儿子跟小儿子 那还有小女儿啊 好几个 四五个孩子 那其中他们家人之后 他就发这个妈妈觉得 他的小儿子 因为他的小儿子就是比较那种 憨直 憨直 他也不会 他就很简单 他只会做一个很基础的工作 基础的这种打杂的工作 所以他的心思很低 大概三万多块 那他也还好有结婚 有孩子 可以又生小孩 可是经济状况不怎么好 这妈妈没有很多钱 那他就有一栋房子 也是一千多万 那他的儿子 儿子跟女儿 其实其他都不错 那妈妈说 希望把这个房子跟一阶钱 大部分的钱都留给这个 最小的儿子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照顾 那而且他的孙子也是好像有些需要一些钱 那最后他这样做之后 他的大儿子说好吗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他自己会赚 他自己会赚 工作也不错 那他的女儿也这么说 对 妈妈你这样安排 我们就照这样做 所以虽然遗嘱里面都是已经违反特留份 这个妈妈 他这爱心就觉得 我就是我的小儿子就是其他的孩子都不错 对 那我就希望照顾他 他也跟着家人就花点时间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弟弟是 确实是这个比较憨直的这种 那么所以大家都同意了 所以这份遗嘱里面这样也是完整的通过 也就虽然好像 是不是遗嘱不遗想偷留份吗 因为大家不争取 OK 大家没有说要 就OK啦 就OK也过了 因为他们是充满爱的 但大部分设计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 就是我们还是会设计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长龙集团这部分 因为金额坦白讲20亿我也要 240亿除以 如果没有 240亿除以6个分 太太一位 对不对 太太一位 有太太啊 合法太太 对对 然后大房有三个男生 一个女生 女生过世了 所以有两个孙子代位继承 所以四个孩子再加一个 张国卫 五个再加太太 六位 所以240亿的资产要除以6 一个是40亿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40亿 那写了遗嘱之后 如果金额坦白拿了遗嘱之后 好那这样我遵守 张荣发先生意思 他也明确讲假设了 我是假设 他说那这样他的交代 马上过户 那假设这时候也马上过户 张国伟的情况下 那当然其他继承就说 不行 我要那个什么 特留本 我们可不是说不要啊 对不对 所以特留本是本来是40亿 40亿的一半就20亿 所以他就保留每个人 20亿的资产给那个 每个继承人 对 所以每个人20亿之后 就是有100亿留下来给这五个继承人 那140亿给张国伟 哇 所以这个遗嘱厉害在这地方 所以张荣发先生有写这份遗嘱 张国伟才拿到140亿 如果没有写这份遗嘱的时候 他只有拿到40亿 一份遗嘱差100亿 所以他是第一个是有效的 那第二个呢 那其他人争取特留分 我觉得也合情合理 因为我也要 如果是我 我也要争取特留分 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round two呢 因为通常我们写遗嘱的状况 也不会是大张旗鼓 各位我们糟告天下 来SNG录影啊 写遗嘱 不会吧 对不对 可是你不是叫我们一般家庭的话 我们要写遗嘱要糟告天下 至少要糟告自己的孩子 我在写遗嘱 你给我对我差不多一下 对对 写遗嘱这件事情可以讲 但是不要讲内容 所以会有密封遗嘱这样子 他不会他不会糟告天下 像我是不得已 有时候要举例 我有时候要举例 我这个人习惯 所以说举例 就是说我自己做什么 我还是有部分会举例告诉你说 我目前的想法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密封遗嘱 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是不是 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多少钱是不是 对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而且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太子是立谁 对不对 有时候跟皇帝立太子一样 到底要立长还是立贤呢 还是立右呢 所以长右跟贤的就很难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想象 所以但离遗嘱这件事情内容不会 所以只要没有在现场就质疑说 哎这个是假的 所以为什么通常打第一 第一个官司 打第一回合就是 这遗嘱是真的假的 那因为这个 因为密封遗嘱跟一般的手写有点 但自己手写有点不一样 你说密封遗嘱是张荣发先生是请他的秘书带写的 就是他讲然后秘书帮他写 写完之后呢 之后是请公证人来出来 那公证出来的时候张荣发先生告诉他说这是我的遗嘱 放到信通态里面把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呢 那么见证人在上面签名 那张荣发先生也讲说 哎这份遗嘱呢 是我那个秘书帮我代写的 那那个公证人就在这个遗嘱上面写一下 就说哦他要亲自跟我讲 这个里面的是张荣发先生自己的遗嘱 而且但是这个里面的笔记啊 是由密书写的 那密书是谁 然后他把他寄下来 那确认没问题之后 那张荣发先生要签名 他其他的见证人跟公证人签名 这就是一个密封遗嘱 那一密封起来之后呢 那原则上公证人是不用知道遗嘱的内容 他不用看里面的内容 哦他不用看啊 他不用看 公证人不用看啊 他不用看 公证人只要公证说 这个人确实跟我讲 哎这里面有他的遗嘱 所以他好处是什么 我连公证 如果今天我自己写 或请人家写 公证人可以不用知道 有些人不喜欢让政府单位的人知道 因为政府单位有说 谁知道啊 就经手的人是什么状况 所以有人不希望知道 所以公证人原则上也不会知道 所以很多人喜欢用密封遗嘱 我一方面呢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内容 我告诉你我有写遗嘱 可是我不想告诉你里面内容 我也不让你知道我有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说 我也希望 我虽然不让你知道 我又要找一个公证人士 来帮我未来确保 这个遗嘱是真正的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又想要有公证的效果 我又不想让你知道内容 所以我就是用选择这样方法来做 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有公证的效力 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也不想让政府单位知道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密封遗嘱嘱 你处理过这个案例多不多 比较少 比较少 对密封遗嘱比较少 但是有 我跟你讲 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找类律师跟找错律师 真的差很多 我们有看过很多的失败的案例 其实原因在哪里 就是律师不够专业 我们待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 两点继续回来谈 好 我们带来讲那个案例 那个 哎哟 你知道既然有律师出车 他还收了两万五的 这是报纸的 好 这里是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 主持律师 苏嘉宏 苏律师 今天要跟大家来好好谈一谈 要写一份有效的遗嘱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花一些时间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世纪遗嘱 就是长荣集团 说实在我们刚刚算一下时间 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 然后得到初步的一个 第一个阶段 这个世纪的遗嘱之战的一个落幕案 然后跟大家分析那个过程 还包括了讲了那个 密封的遗嘱 好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遗嘱如果简单的话 你自己写是没有问题的 这苏律师他的书 或者我们也推广过很久了 就希望大家自己写 你也不一定要麻烦到律师 但如果说你稍微复杂一点 你拜托你一定要找到对的律师 我现在看到那个媒体 真的有好多那个律师 但我就要提醒了 提醒就是有一个奶奶 那他自己立一个遗嘱 那他要把那个遗产 要给两名孙子共同继承 可是最后一个环节出彩了 因为他不适次 他不会签名 然后律师也有见证 可是他连手印都没有 就这一份遗嘱就无效 然后到最后这个遗产 就是奶奶的儿子跟姐妹均分 对的 对那这件事情 只是是哪里出问题 但他其实有花钱请律师 那我们钱就不要说了 那是这样子 是因为像这个 这份遗嘱里面出的问题 是最后这些律师 他只有盖章 那奶奶这个 我好像也是盖章 他这个地方 所以就因为如果见证人的部分 他学生上还是要签名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虽然那个律师章是很漂亮 做起来很漂亮 这个精美的打字 对不对 打字 因为我们有讲过 代笔遗嘱 像我们在帮人家 像我事务所在帮人家 做代笔遗嘱的时候 其实还是用很人工的 就手写 为什么说手写 是因为我就觉得 文字上法律还没修改的时候 其实我都用手写 但目前打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法院也都认为说 OK 那所以 如果你知道 可是打字会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手写 是因为打字会 常常会犯一个毛病 你知道吗 有时候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这件事情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很恐怖 很恐怖一件事情 因为这代笔遗嘱 它的流程很重要 他很在意的是它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 你跟通常跟当事人 讨论遗嘱的时候 哎我讲讨论内容吗 内容完之后就开始 帮你安排好 我要怎么写 怎么写怎么写 那有时候这都是用打字的方法 跟人家这个沟通 哎这个 这样我帮你这样安排 可不可以 哦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可以之后呢 接下来如果你忘了 其实应该要从 要真的要从头来 就是那个人呢 立以组人必须要说 哎我要指定三个见证人 然后 然后要把这个念过一遍 然后你要重新再打过一遍 可是如果你今天 漏了这个步骤 可能不好意思哦 因为你的步骤要对 才会有效哦 所以你要复制贴上 会不会有时候会有增值上的问题 那那这个案例里面是因为 这个律师他没有签名 他想说我打字 某某某律师盖律师张 哇漂亮你知道吗 那个文件超漂亮的 所以这个都有这个三个律师 律师张 那么可是因为 那个没有签名 法律上是要求签名 是法律签名 哎那我问你 听说我有看另外一个报纸 他会写说奶奶如果不会签字 他也不会写字 他至少盖个手印 盖手印 所以奶奶他如果说 奶奶也没有盖手印 对他要盖手印 哦 如果他不会签字的时候 就会写说 他因为什么因素 没办法签字 所以他就盖手印 他只要有盖手印 律师所有签名 就是用笔 好不好这样讲 你就觉得律师 你干嘛讲这么细 对就是这样 要拿笔哦 要拿笔哦 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有没有盖律师张或张 不重要 对所以 因为这样子 哇无效 可是这不是很漂亮吗 是 那是不是奶奶意思吗 对是奶奶意思 所以你就发现 很多东西的意思没有错 但是因为法律的要件没有 哇不好意思 那就是无效了 所以这个情形下 所以我们还知道说 其实做遗嘱 是很重要 但我常常讲说 我问我说 那找这个 为什么要专业的遗嘱律师 跟一般的律师 差在哪里呢 其实 我说如果你成 我医嘱并不是 我常讲我们不是代书 对对对 我们律师不是代书 今天如果今天你告诉我说 啊我要怎么分 怎么分 啊我们帮你写 那这个比较像代书型的 嗯 那我们通常是 你告诉我什么 那我们会问 到底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嗯 你到底希望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我会跟你探讨一下 你的目的是这样 你这样分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什么建议 那文字上要怎么写 嗯 会比较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稍微 我们先把它一个草稿出来 让你确认 嗯 因为有时候 呃通常 通常要很 通常我都不太建议很急 就是什么叫很急 是 哎呦 我已经剩一天可以活了 哎呦 那那个地方都太紧急了 那我们处理 我每次处理这个 我都好 有点 我们还是会使命必打 可是有时候就难免 无法处理 有时候真的是处理说 快快来 快来 哎好不容易醒了 去那边还就没醒 哦 你知道那个家人很紧张 是吗 对 因为我们说 啊我们也不能做假的啊 嗯 那怎么说 那真的OK吗 嗯 所以去的时候 没醒 没醒要回来 或者说今天带来 那有时候 带来法律事务所 真的是状况不好 那就不好意思 这没办法 不能就不能嘛 对 那为什么要那么紧急呢 所以那我都 我会推荐 我会 我会鼓励大家 应该是 早一点嘛 早一点嘛 所以早一点的时候 你讨论喜欢说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 草稿给你 你赶快回去看一下 几天内跟我没有问题 我们就约时间 嗯 那把这事情把它处理好 包含纯证 我们都把 做遗嘱啊 还有纯证 所以 为什么说 纯证是怎么纯证吧 例如说 我们会拍照 或录影 看状况 然后再加上说 如果说不动产 我们都建议 公正加上一个认证 嗯 就是签名的认证 所以因为不动产 在过户的时候 它是有诀窍的 如果今天你没有做一个 公正认证的时候呢 或者是律师做见证 你单单送进去 他会 有人会说 哎 那这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 是妈妈 是妈妈的字吗 嗯 另外说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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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反方 我一定会说不是 不是嘛 你造假 对对 开始就是 那么地震单位 他就一定被逼的 一定要验笔机 那这时候就程序上 就慢了嘛 那如果今天 透过一个 有个公正认证 或者说律师见证 一个文件说 这个有人挂保证吗 就是对的 那这时候 就可以办过户 就差别在这里 所以 以前你就讲过 一个关键点了 就是说 如果您家庭 就是那个 大家相处 还算是和谐的 大家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平常相处 就已经有问题了 有一些已经不相往来了 我跟你讲 你这一定会出事的 对 就要找一个 卡丁金的那个 那个律师啊 那我觉得 你刚刚讲到说 要录影 对不对 全程录影 可是我有看到 另外一个新闻 录影也没笑哦 怎么说呢 他因为 他就是一个大地主 他重病 没有办法自行立下遗嘱 因为他找 他就找律师代笔 然后全程录影 由律师宣读代笔遗嘱 然后地主 也点头表示同意 而且意识清楚之后 完成了 好 那当然儿子就不服了 不服之后 在父亲过世之后 向法院申请遗嘱 无效 到最后就判定 对 这个二儿子是胜诉的 所以是两个人共同 这个拥有遗产 所以录影也没笑吗 是这样哦 是 但录影是一个纯正的过程 那是纯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那如果这个第一组的过程里面说 如果今天那个地主就没办法讲话 或者他只能点头 或者说他只能发出声音的时候 那你看啊 我举个例子 好 那你是不是这个房子要给夏韵分啊 是啦 那个房子是不是要给废荣啊 对啦 那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分啊 是啦 呃啦 那你看 他都是银啊 银啊 对不对 都是这种 他其实有没有讲 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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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没有讲说 我今天大安区的房子是要给夏韵分 我的信仪区的房子要给废荣 他没有这样讲 他当他没有这样讲的时候 他第一组的过程产生了辖制 他并没有指明 他反而只是哼啊 哼啊 那变成说 那内容没有整个做下来 所以这代比情形下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这代比义嘱里面 要口述义嘱的意志 我到底要怎么样分 大致上也要讲出来 如果没有讲哼啊 抱歉 这个就算有录影也没有用 这多么专业的那个来宾 你知道他一直眼睛往上飘 帮我留意一下时间要进广告 这太厉害的主持人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快吃 你还没吃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啊 苏嘉宏律师啊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见证嘛 那见证要有眼睛看到 要不然就是要有录影 但录影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一个案例 就是中部一个大地主啊 这是新闻的案例啦 就他那个律师也是宣布代比遗嘱 然后全程录影啊 那录影完之后 刚讲了反对一方一定会说 那没啦 那没啦 不服啦 这无效啦 就法院判定就真的无效 所以录影到底哪里出问题 而且我刚忽然想到了 现在AI怎么这么恐怖对不对 或者是变造 又或者是说会那个剪接 那这样子不是会出现一些状况吗 对会的 所以不过幸好现在AI还是看得出来 对啦会有标示 可是但以后真的会难免这样 所以就要变多重的处理 也就是说 还是 所以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说 越早处理越好 所以明天跟意外什么时候先 有时候很难讲意外并不是只说马上就怎样 有时候你意外来的时候 你是不能 有时候没办法做其他事情 或没办法做合法的东西的时候 那很麻烦的 可是录影为什么会有状况呢 你看像我们现在直播 就直播 你就一镜到你就看得出来 对 刚刚有吃东西也看得出来 就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真实的 那为什么我现在录影 那假设说今天录影为什么无效 那如果说今天我面对镜头讲 不是律师来帮我拿 就到底哪里是有问题啊 他问题在说 他整个过程是有问题 他录影没问题 你看录影反而成为 呈堂证供 因为今天录影的时候呢 你看那个大地主说 哼哼哼哼哼 第一个是这个问题 因为他哼哼哼哼的时候就没有 叫我们法律上就说要 口受遗嘱的意旨 你要把遗嘱的内容大概跟人家讲 就说我要把内容跟人家讲嘛 那你没有把内容跟人家讲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无效 所以今天你没有把内容跟人家讲啊 是别人问 你知道为什么一问一答不可能 不可取 因为法院有非常多判决告诉你说不可取 因为法官常常会讲说 那这样可能会被人家运用啊 对不对 对你就是这样你就点头就对了 那点头吧 你要让他也好 对啊 都好好好都不好 而且录影前先讲好 我拿命来问什么你就说好 都好啊都好 所以你这录影看 哎呦奇怪 他怎么通通都没有讲 反而你的录影当做什么 呈堂证供一个证据明确就是遗嘱无效 因为不是不是不是录 因为没有录影遗嘱这件事情 没有录影遗嘱这件事情 所以录影的过程只是说 像我们我有教各位啊 怎么样免费呢 你自输一组之后自己录下对不对 自输一组重点在 你只要从头到尾自己手写 签名写 因为他就有效嘛 那你录影只是加强说 确实是你自己写的哦 他只是证明这件事 是你自己写的 所以法律上有效是因为你自己写 并不是这个录影才会有效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刚刚那个新闻里面就是 他虽然有录影 可是反而录下来他无效的状况 那这个情形 所以法院就拿着这个录影 对啊你看录影都有了 这个人确实没有讲口述一组一组 那就无效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这新闻告诉大家什么 要赶快做 那个律师也是不得已的 我相信了 有律师不得已啊 那好吧那这样 那不做 还是做吧 对不对 还是做嘛 有的有的状况是不得已的 还是做 所以对我来说 如何让家里产生温暖 如何让整个事情做妥当 还是最不要再生病的时候 就是在生病前 如果生病了没办法 还没生病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很开心的看这个时候 就想想说 那我到底爱谁 我希望到时候 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那份遗嘱就好像我在哦 你知道吗 有时候爸爸妈妈在的时候 是没有错 因为我在的时候 眼皮子底下谁敢放肆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可是当我眼皮子不在的时候 就是有你这份合法遗嘱的时候 保护着你所要保护的人 或说你想要分的人 尤其最近我才觉得说 写遗嘱我又 我又觉得要很健康正常概念 也是今天这个张国伟这个事件 让我知道说 因为人家讲说 这张龙发遗产员 不是有特留分吗 特留分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慢慢 我慢慢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在办案过程 我发现特留分还真的 有它的道理跟意义 如果大家把 从正向去看 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或个谁 你要来分财产的时候 你当然你说 那可以决定 百分之百决定自由 这好像也不错 可是你还记得一件事情吗 我们非常多的人在 就会说重男轻女 有的人会逼他的女儿 逼女生放弃 对对对 那么如果今天 他用一份遗嘱写说 我全部的 他们家有四个四千金 然后一个小儿子 他把所有财产都写遗嘱写给小儿子 那四千金是零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公平的 所以法律上有个特留分保护他 对不对 所以每个四千金 每个人都可以分到 每个人应该分的一半 所以我常常这样 请大家这样去想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分财产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我有自主权 但是第二个你也知道说 我要保留一个特留分给那些 我本来其实他是你的 因为继承通常都是你的孩子 亲属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些特留分 特留分除了特留分以外 你可以给某一个人 或某一个单位都可以 那这情形下每个都分到一些 那这样其实是比较可以温暖跟平安 因为大家也不用争 法律上也告诉你 你就是可以拿最特留分 但每个人拿到就是就安心 那虽然你一定会某某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可是某某完也是说对 反正因为那个爸爸觉得他也需要 或这个人就是照顾了比较久 或这个人是特别会运用财产的 不管怎么样 那一方面又尊重利益主人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爱那些 每个人拿到财产的 我觉得这样家庭不是会比较温暖 跟没有写遗嘱 大家都要争取 每个人都要告 我一定要告到说 你这遗嘱是 那个不是讲遗嘱 就因为没有遗嘱的话 每个人都要争取说 那我要多一点 或我要住房子大一点 或我要土地割哪一块 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 所以大家讨论老半天 反而变成 那个温暖跟情谊不存在了 不如我们现在就下个决定 我们现在下个决定 大概要怎么分 那你先决定的时候 先不要把内容告诉孩子 等到未来慢慢看 好像我之前决定好像没有那么妥当 我再说微调 那你慢慢微调的时候 家里就慢慢的 未来就产生纠纷机会会更少 那记得要立一份有效遗嘱 如果是无效遗嘱 那可能也白做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待会我们还有一段会讲一讲 就是说如果我脑袋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 或者说我脑袋清楚的时候 我曾经有跟大家都讲过了 只是我没有立遗嘱 那这样子的约定算不算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那我们先把那个 就是长辈有这个意思 那那个没有立遗嘱 那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今天要留时间 开放call in 要call in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苏家红苏律师了 我们今天会留时间给大家开放call in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有效的遗嘱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减少一些纷争 解决事情 所以趁你脑袋清楚的时候 时间很充裕的时候 能赶快来这个写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长辈他已经人不太清楚了 但他之前可能讲过了 就是说我的房子要给谁 我的钱要给谁 或者是我的什么版权要给谁 作品要给谁 可能都讲好了 兄弟姐妹也都知道了 那这样还要立遗嘱吗 还要立 还是要立 对因为呢 有时候我不晓得说 情感跟现金 每个人选择是情感还是现金 好考验 对这是人性 很考验 就是说 你先想看 我们把它具体化一下 如果今天有三个 不要说三个两个 就是说 那房子跟现金 房子就是一千万 现金就五百万 那这个爸爸也说 那长辈也说 那这样我觉得 房子给妹妹好 妹妹比较乖 所以妹妹拿房子 那哥哥呢 哥哥就拿五百万现金 那是我的决定 那这样子 我讲好 讲好说 那这时候 好 那人过世都没有写任何遗嘱嘛 对不对 那一过世之后 接下来 妹妹跟哥哥会怎么讲呢 哥哥就讲说 对啊 那这样 爸爸又这样讲啊 那妹妹讲说 对啊 爸爸又这样讲啊 但是哥哥已经结婚了 可能他的太太 或他的朋友跟他讲 哎 你知道吗 法律上的规定是这样哦 房子跟你们两个兄妹 两个应该是分平分的 所以这样一千万 房子一千万 土地 现金五百万 所以一千五百万 你应该可以拿七百五十万 所以七百五十万状况下 要嘛是这样 你可以拿一半的房子 你妹妹拿一半的房子 那大家都拿一半的现金 或是不然这样子 就依照公平起见 你拿五百万现金 那妹妹买了房子 但是妹妹应该补你两百五十万 这样比较公平 我跟你讲 两个是过来公平的时候说 那你怎么那么笨啊 是公平的 那你这样不是公平吗 旁边你走 左讲一句 那不公平啊 那就完了 那这时候就说 而且重点是 你有权利去争 因为法律上 你有权利拿一半 那换过来 如果这个爸爸写遗嘱之后 那他一样算这样做 那他朋友讲说 那这样你有 不对啊 他有爸爸 他爸爸有写遗嘱嘛 那依照特留份算法 就是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千五百万 四分之一多少 四三十二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大概没有多少钱 三百多万 算四百万好了 算四百万 那今天你已经拿到五百万 所以你爸爸给你 已经超过特留份了 所以怎么样 你在法律上 有没有 有没有依据去跟妹妹拼 没有 所以情感上 他们兄妹 就是哦对 我本来也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法律上也是这样 情感跟法律完全符合说 家里就不会吵架 我希望这个概念给大家讲 对 所以我说 今天要奔也不要奔的 情感跟 法律相符合嘛 你就拼不过人家 法律上 你情感上也会完整 因为旁边有太多的讯息 现在 你问确的GDPT 搞不好告诉你 就要你告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说 是不是 所以我才说 情感跟法律相符合的时候 将会是最温暖的时刻 对啊 就是我们本来都会 可能会以为说 不会不服啦 或者不公平啦 不会吵架的 可是如果万一有一个 不相称的地方 对 所以说情感跟法律相符合的时候 那不是很妥当吗 所以大家都不会有话讲 也不需要打官司 有人问啊 就是那个 请问律师 股票是以生雇日的市值计算 对我们之前讲过 对没错 对对 这你还不能 要我啦 我还不能死在股票高档 股票下跌 对 现在高档大家都不要死啊 对大家好好活着 活着就有机会再上 回来再长回来的机会啦 不过这就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 这也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 那就是一定要有个规则啦 所以我们就是要运用规则 了解规则 然后用规则来保护你的家 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样谈下来的话 我觉得写遗嘱还是一个 最好处理的方式 最好 最简单 最保护自己的 因为你钱不用先给孩子 这很重要 钱不要先给孩子的时候 掌控权在你手上的时候 那是最安全 那你说 有的人为什么要先做一些安排 是因为钱比较多 坦白讲 钱比较多的时候 不要麻烦 也不麻烦 那你有智慧 所以要听我们的节目 因为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是钱在身上的时候 你就是爸爸嘛 那为什么钱要先给两个部分 是你如果钱 你财产你两三亿的人 你适度的减少的时候 你可以减少你的遗产税的这个处理 对不对 真的 你已经你资产已经好几亿了 你真的可以做一些调整 这第一个税的部分考量 第二个是你要测试你子女的能力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 是孩子如果今天35岁6岁 他现在正好已经结婚了 想要买房子 那你这时候不帮他一把 难道等到他60岁的时候 再把遗产交给他 是啦 不过你上次跟我们讲过 就是说要是的话 你会决定用你的名义买房子 对不对 然后买了房之后再给儿子住 对不对 我们刚好从以上次讲完之后 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一直都没有问到你 那他们就讲说 那如果是你买的这个房子 孩子也够大了 可以要求孩子付贷款吗 可以啊 对不对 那权利义务怎么样的保障 然后还有人也告诉我说 苏律师真聪明 因为如果用父母亲来买的话 说实在好像还可以 因为我有负债嘛 就还可以规避一下遗产税 如果钱太多的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原则上 你帮孩子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当然是原则上 是你的名字 那如果你有负债的时候 因为我们遗产税是看公告低价 公告限制 所以市价搞不好 你用三千万的房子 可能公告价不到一千万 可能不到一千万 所以你看不到一千万 但是你负债可能有两千万 所以负债又大于资产 所以完全没有税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 还可以扣掉一些 你其他的资产的税机 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是划算的 所以这样的好处是这样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让孩子去缴交 贷款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你还是把遗嘱写清楚 所以这个房子一定要确保 你一定要确保要给他的 对因为你如果有两个孩子 三孩子你帮其中一个 对还是说你们有兄弟姐妹 你就一定要写清楚 是的你有这样的话 你某种程度上 你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这是一种方法 那你说让孩子用借钱给你方法 也可以 可是国税局比较不认 但是对于遗产分配方法 会有好处 可你讲了 我们也不会去告自己的孩子 所以原则上我还是建议把遗嘱写清楚 然后把资产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要做这样规划的时候 好好算一下 不但税要算 还有法律的规则要弄清楚 这样孩子才不会争吵 家里才会得到温暖 这是最重要的概念 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效的遗嘱该做怎么样的处理 也把这个世纪的这个遗嘱案件 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了 苏律师来 那我们要开call in了 所以我们待会直播就会告个段落 然后我们待会就来开call in 开call in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先把收音机关掉 不然回收声音太大了 大家可以call in进来 02-2509-9933 我们先休息一下 感谢云芬姐 直播告个段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